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刚才是我脾气不好 对不起啊 那个 不会出什么事吧 老猪 喂 逗逗 你到底在哪儿啊 你忘了今天什么事了 你别说了 你先抱个忙 什么 你帮我打个电话给家里那儿 现在 马上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让你打就打你别问了 我刚才听见他房间里 穿出一声尖叫声 好动啊 像你这样的男人也有胸毛 这小便子谁给你扎的 好动啊 请你放尊重一点 我在猎鱼家的时候 是特别严肃认真的 不希望被打扰 那个 对不起啊 我刚刚是派你出事了 所以才闯进来的 还有 我进来是给你道歉的 我之前脾气不太好 不该冲你发脾气的 请你出去 好好好 我请你吃甘蔗 对不起啊 我给 我给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我给你吃的 我给你拿来 你拿来 银子 来 嘉嘉丹同志 请您出来一下 怎么了 这是我的道歉信 我的信里面详细解释了 瑜伽对我的意义 我念瑜伽的时候特别认真 不希望被任何人打扰 特别希望能得到你的理解 其实不用这样的 这太严重了 刚才是我不对 我不该去打扰你 不好意思啊 还有 谢谢你的甘蔗 挺甜的 没事 没事 那个就当是赔礼道歉的 第一次有人送我 瑜伽 我 我说我的兄弟 你能别老犯贱了吗 我告诉你啊 我就看不上你这点 你车身加点大 人都有个太阳了 你个妈还非得当那多余的 你小心被射下来啊 能不能有点鼓起 逗逗 逗逗 娜娜 你按下开关 看好没好 你小心啊 这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你行不行啊 你搞了半跌了 还没修好啊 没有找到说明书啊 所以维修起来 有点困难 你稍微等一下 耐心一点啊 我能搞定的 大哥 你见过谁 换个灯泡 还要看说明书的 我心态 你赶紧下来吧 这年头啊 得女人当男人用 男人当牲口用 你赶紧下来 我来弄 当圣口用 你赶紧下来吧 大哥 好吧 你来试试 慢点啊 给 小汤 不用 不用 那 这 龙丝泽 不用了 你帮我扶好梯子 你小心啊 别触电啊 很危险的 你去看看 行不行 那 你站稳了 小心一点啊 行了 去吧 对了 这么简单就亮了 娜娜 你真厉害 我当年修灯泡的时候 还比较 小心 小心一点 我的胸 怎么了 有客户 你好 这里是深圳建墙会计事务 爸 您什么时候来的啊 我刚到 多吃一点 娜娜 你也多吃一点 服务员 你再来两份鱼翅烙饭 不用了 不用了 这已经很丰盛了 再点一浪费呢 就是 爸 我也不要了啊 爸 这儿已经够贵的了 还要鱼翅烙饭 你以后啊 也别吃了 鱼翅呢 不环保 是啊 其实鱼翅 我平时不吃的 这不是为了你吗 希望你能吃得好一点吗 不是 你说 娜娜 在家里过得好好的 多舒服啊 你非得出来受这个罪干什么 爸 我没觉得我现在是受罪啊 我觉得呢 人生就像是一道自助餐 想要什么呢 得自己去取回来 对啊 叔叔 娜娜 说得对啊 一个人就要自食其力 用自己双手挣来的劳动果实 吃起来才像 不过 今天吃的也挺香的 不像以前你可不是这样啊 哪吃得了这么多苦啊 所以啊 爸 您现在是不是应该替我高兴才是啊 是 是 但是我宁愿我自己的女儿 能够过一点享受一点的生活 为这一点我愿意 我愿意伺候你一辈子 我愿意伺候我一辈子 爸您说什么呢 您怎么可能伺候我一辈子嘛 我这不是就这么说吗 我以为能给你找一个贴心的 心疼你的人 真是没想到啊 行了 爸 您看今天本来挺开心的 咱们就聊聊开心的事情 那些不开心的 不提了 好不好 吃饭啊 对 叔叔 来 你也再吃点 好 好吧 吃 来 来吧 喝一杯 爸 来 我敬你 来 来 那你们先回去吧 我还有点别的事 我还有点别的事 行 那您去忙吧 我们回去工作了 好的 上车 嗯 再见 叔叔 好的 你吃多了吧你 没事 再见 拜拜 好的 再见 好 喂 黄小强吗 我是贾孝仲 有时间出来见个面吗 那好 我等着你 来 说个地儿我去找你就完了 干嘛特地跑一趟啊 你当初怎么答应呢 好 我给你做个地方 我这天咱们 我会让你做的事 你看开心 知道事 很久不止 为了 这点都怪不得 什么意思 还就能够 我就叫你 感谢观看 我们分开以后我也很难过 可是我们分开不是因为别的 是因为我们彼此都不了解对方 以至于我们结婚以后 有很多的矛盾 很多的冲突 我们都觉得这是不对的 所以 所以我们一起 我们都觉得分开可能不是什么坏事 想跟我来这一套 你以为我把你叫出来是 想让你们重新开始啊 做梦去吧 我告诉你比你好的男人有的是 有的是 我今天只是来讨个说法 我警告你 你们不是离婚了吗 分开了吗 从此以后 你不能再去打扰她 别再打扰她的生活 每次你的出现就是对她的伤害 明白了没有 如果你还心里有点念想 就别再去认识 你结婚的时候承诺你没做到 但是这次我警告你 不能找她 听见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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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样做对她好 那我答应你 一会儿你也别激动啊 你别吵别闹也别哭好吗 都别说话听我说好吗 你别让我跟她说话啊 我只跟你说话 好好好 爸 爸 爸 那个你出来一下吧 爸 小强 我我可是看着你的面子 我才出来的啊 好好好 来来 放心 我呢 不是为了劝你们复合 如果你们觉得 彼此之间真没有感情啊 那在一起也是一种煎熬 我只是想 大家能够好聚好散 分开以后 也不要埋怨对方 毕竟我们是一家人嘛 明天 我在凯平司机订了一桌饭 我们一家三口 一起吃顿饭 凯平司机 我们一家三口 太贵了吧 最后一顿饭了 留个好印象吧 儿子 这是我们宣家聚在一会儿吃的最后一顿饭了 你能给你吗 要一瓶红酒吗 服务员 我 服务员 把酒单拿来 从今以后 你妈就一个人了 孤孤单单地够日子 你要有空的话 都来看待我 带一些补品 我帮我一个人时间太久了的老年迟呐 妈 你放心吧 改天有时间 我帮你到婚介所物色物色 你自己也挑一挑 婚介所我就不去了 你自己帮自己找一个后爸 最后是高富帅那种 让你妈也高兴高兴 老婆 什么来的 老婆 你要不要 那我也来一个白富美吧 就你这样还白富美呢 谁跟我似的那么傻 我年轻的儿端那么漂亮 那么水利 怎么就嫁给你了呢 你这次老头子 我现在岁数大了 你说不要就不要了 你就把我当了 这以后我怎么过呀 这些都不过呀 好啊 注意点影响 注意点影响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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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爸 妈 祝你们分手快乐 再见也是朋友 好 咱俩以后还是不是朋友啊 行 行 行 那邓总 那个合同具体的事宜 下周到您公司去详谈了 好啊 没问题 那行 那就 就就就这样吧 我们睡 咱以后再说 好吧 下周见 下周见 客气 再见啊 再见 你太厉害了 冰马俑 我服了你了 真的 付出必要回报 你死 必死 冰马俑 夸你呢 对了 刚才路过那个西餐厅 看起来挺好吃的 走 我们去庆祝一下 冰马俑 我请你吃羊的 走 请我 是该好好庆祝一下了 那你装什么装呢 吃的惯西餐嘛 还不如回家喝粥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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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哎 他怎么来了 今天这顿算我的吧 我请你 还是 一人一棒 我们全家安安生生的吃顿饭他都不让 跑到这儿来讲话 真是阴魂不散 害得我儿子成了离异人士 害得我晚节不保 狐狸精 妈 你别那么说 跟他没关系 是不是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了 就是因为他 跟狐狸精你还帮着他说话 吃饭吧 吃什么饭 看什么看不长记性啊 再把你喝高了 今天你可千万别抢我的事啊 好 还有啊 你要是吃不完呢 提前告诉我 我帮你吃 吃 吃 算了 不用看了 我要那个雪花牛排全熟的 好的 那谢谢呢 他跟我一样的 不 我要安格拉牛排 气成熟 好的 吃三点 你还懂吃牛排 别质疑啊 牛排一定要气成熟 生熟合适 口感真好 听起来还挺专业的嘛 谢谢 你呀总是让人出乎意料 不会吧 今天让人出乎意料 差点太多了点 你等我一会儿啊 我碰见熟人了 叔叔阿姨 真巧啊 是挺巧的 你们吃饭呢 不吃饭还约会啊 阿姨 您误会了 那边那个是我同事 我们呢是来谈工作 顺便吃个饭 我看你们是过来约会 顺便谈个工作吧 妈 小夏 去忙你的吧 赶紧约会去吧 阿姨 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跟黄小强已经离婚了 我就算交个新的男朋友 也没有必要骗你呢 行了行了 不用解释 我根本就不想听你解释 你这叫欲盖迷章 你知道吗 阿姨 我把您当长辈 我尊重您 也请您尊重我 您慢慢吃 那狐狸精 你看那狐狸精 小业狗精那样 你看那 够了 小夏 这几天我回到外住 不回家了 我吃饱了 我买单的 好好的一餐饭 全你搅货了 要紧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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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吃饭 疼疼 我 终于到你的屋门口了 来 你回去休息吧 好 你别走 我发过誓的 我不能跃这个黄线 您自己回去吧 好吗 不行 我也发过誓的 我从我大学的时候就喜欢你了 我说了 我一辈子都要做你的女人了 我也发过誓的了 我真的喜欢你啊 你不知道吗 你喝醉了吧 我发过誓的 真的 从我大学的时候我就一直喜欢你 我发誓一定要做你的女人 我喜欢你 你不要离开我 你不要离开我 我爱你 你不要离开我了 我要求 我是朱振华 你不要离开我 你 你 现在就破例了 走 你为什么要你 你跟我说 你为什么要你 我为什么要你 你为什么要你 起床了吗 嗯 我把早饭放在门口了 你起来就出来吃吧 我先下去干活了 你吃完了碗就放到这就行了 等会儿我来刷 早餐 就算爸今天怎么这么好啊 真的晚上发生什么事情了 不会吧 你今天心情挺好 非常 昨天晚上我是不是喝醉了 是你扶我回房间的 是吗 是的 我 我 我 是你非得拉着我 站住 对不起 我以为你是自愿的 朱振华 你这个伪君子 你之前还跑到我门口 贴什么三八线 你假装什么啊你 其实你就是一个称火打劫 当我外人 谁照顾如的家伙 那三八线 好 我今天就用这条三八线 我累死你 我累死你 你给我站住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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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住 是大伙 我有体同归人信我 是大伙 是大伙 对不起 你昨天晚上全是喝醉了 你拉着我进入你的房间 是吗 你跟着我 是你跟我说了很多心里话 所以我才知道了 你跟黄小强结过婚 而且你还一直喜欢她 我知道那个时候你的意识 是不由你自己控制的 我不该听那些话 这不是正人禁止的行为 我真正地向你道歉 你别这样好吗 除了经理的话 还没有别的 没有 那我学医怎么回事 我请林玉的大姐帮你换的 你放心 你说那些话 我全都烂在肚子里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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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全都把它放掉 你发誓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发誓 对不起啊 我误会你了 你不胜我气了 谢谢啊 昨天晚上还听我耍酒疯 不好意思啊 那你以后还跟我说心里话吗 不跟你说跟谁说去啊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我一定不辜负你对我的信任 那没事我先回去了 等一下 这个屋里屋外我都打扫干净了 如果得到你的许可 我马上上去打扫你的房间 今后有任何需要我帮助的 或者需要我做的 你只管轻轻地跟我说一下就好了 我活这么大 你是第一个愿意跟我分享心事的人 所以 我也愿意跟你分享我的心事 这是什么 我的日记本 我去打扫房间去了 我去打扫上门了啊 其实他人也挺好的 谢谢啊 你老看着我干嘛 没事 你肯定有事 说 我的日记你看了吗 还没来得及呢 没关系 你什么时候有空呢 你就看一看 嗯 有什么疑问随时问我 看个日记有什么疑问啊 嗯 就是 有不理解的地方随时问我 另外呢 你有心事 我随时都可以倾听的 嗯嗯 那个好吃 吃好了 你慢慢吃啊 吃这么少 你以为就你有日记啊 我也有 你可以跟我说 我跟谁说去啊 别打游戏了 你干点正事儿 正事儿都干完了姐姐 哪有那么多正事儿 哎 现在微博特货 要把你注册的微博 也给咱公司宣传宣传啊 这还真是个正事儿 哎 我 我先走了啊 不是 不 你让我干正事儿 你怎么还出去呢 喂 有情况 是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先生 这是您要的黄疼 先生 这是您要的黄疼 我知道你喝咖啡只放荒唐了 哎 喝完咖啡以后 我们去看电影好不好 我知道你以前 最喜欢跟我一块去看电影了 既然你答应和我出来 就说明你还想和我在一起 说句话嘛 我不知道说什么 我知道事情来得很突然 我也没有想到 不过我离婚以后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来找你 我们现在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一起 这不是你以前最大的梦想吗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等我等我 别闹脾气了 你回到我身边 你知道这是我第一次求人 我没跟你闹 你这人就是这样 总是把自己房地位 完全不考虑其他人的感受 我跟你分开这么久 我已经可以彻底地忘记你了 不想再给你有任何的瓜葛 你没事别再联系我了 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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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路看着点吗 你看你东西给我撞的 我这 你 魏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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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什么 魏小姐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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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你看后头哪个人 是不是在追你啊 师傅 停下车 走 干嘛啊 我们只是 相撞了一下 东西都没有撞坏 我不能收你的钱 你这追车 就为了还我钱啊 君子爱才取之有道 不是我的东西 一毛钱我都不能多要 这是我的原则 那你回头打电话给我不就行了吗 干嘛非要追车 我算个车速 和我跑步的速度 还有音量的大小 我可以追上你 所以 现在能做的时间 我就不会拖到以后 那谢谢你啊 不客气 另外 以后走路小心一点 再见 七八 加油 大姐加油 大姐加油 加油 大姐加油 加油 大姐加油 大姐加油 图书馆二楼窗口 糊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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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帅了 知道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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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